大家好,我是石涛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涛哥砍电影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美国骗局的这个影片 美国骗局应该是2013年的好莱坞的被提名的影片 在当时呢也比较有名 而美国骗局它正式讲给,在我看来 它讲给那些充满了美国梦的朋友 如何正视美国真正的社会和美国政治 美国现实环境当中 人们日常生活的真实的一面 当然美国骗局它是从负的一面 揭示出它的真相 生意人、商人、男人、女人、爱情、政治、政客 所有的一切包容在一起 而这个过程中 这个影片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个人在那样自由的环境当中 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 满足自己的欲望 他的所作所为 他的所作所为 那到最后 美国梦的破碎和美国梦的重新开始 梦破碎了 那能够留下来的人梦境再开始 它形成了一个过程 从另外一点 它也揭示出美国社会的自由的另外一面 就是它展现出来美国社会负的一面 黑暗的一面 在美国现实的环境当中 在好莱坞的本身的现实环境当中 它可以自由的揭示出 被揭示出 让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能够认清美国梦的另外一面 那要想收看涛歌坎电影当中 如何与大家分享的美国骗局这个影片 那你就到YouTube或者是Google上 查找涛歌坎电影 你就可以看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最近国内网络封锁是异常的严厉 据说看视频已经很困难 有些朋友就选择去听了 那我个人在 其实在我自己的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媒体当中呢 YouTube上主要是 大家看到的是视频 那另外一点在这个radio上呢 主要是把视频转成声音 为了便于朋友们能够收听 就突破封锁 那Facebook上大家能看到我的文字 那YouTube上能看到视频 所以完全是透过不同的社交媒体 但这些媒体都是被国内封杀的 但是我个人坚持会坚持这么做了 所以你朋友们有着不同的习惯 但是呢 你会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能够看到相应的内容 那这两天另外一个探讨非常多的 或者说大家从大阅兵反应大阅兵之后 有点醒不过来的事情 就是股市 对吧 另外一个事情是天津大爆炸的根本原因 到现在是个谜 那而股市本身的波动 是否到位了 到底在这过程中 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其实成为了 人们探讨中国问题的一个 不是重点问题的重点问题 那香港媒体连续两篇文章 都谈到现在的中国股市的金融体系当中的某些问题 是南华早报报的 第一篇文章这么说的 来自美国的金融企业高盛 他的分析认为 中国投入旧市的资金 已经升至2360亿美元 他说自三个月之前 开始大幅下措以来 中国政府的投入到股市旧市的资金 高达1.5万亿人民币 相当于2360亿美金 那这个数字 就跟之前我们谈到的数字 就相差很大 当时谈到的 只是说有1000亿美金 那现在他一下到2300亿 一个人叫做Kingger Law 是高盛的 叫做策略师 写了一份报告 所谓的国家队 那这是指中国救市的 国家的企业了 仅8月份 一个月就投入了6000亿 人民币救市 而迄今投入的资金总量 相当于中国流通股市的 9.2% 那我不知道这个 技术上的含义是什么 但听起来是相当 相当可怕 作为中国基准的股指的上证指数 已经从6月份的最高点 跌去了41% 那股市5万亿美金的市值 化为泡影 为了遏制这样的市筹 那中国政府向一家国有资购 注入了超过4000亿美金的资金 用于购买股票 同时下令大股东 禁止减持 并要求国有企业买入股票 其实这里他提出一关键的问题 2360亿美金 这是国家的资产 进入了中国股市 购买了股票 相当1.5万亿元人民币 已经投入了股市 那作为国家本身 他要持有这些股票多长时间 和什么时候退出 我跟大家讲过 会进的不如会退的 对不对 就是而进入股票 那是形势所逼 退出股市 你将做如何选择 华尔街日报 前天登了一篇文章 提到的李嘉诚 说李嘉诚最漂亮的概念 就是他在及时的 具有预见性的 退出中国大陆市场 转投欧洲市场 总资额高达200亿美金 这就是李嘉诚干的事 我在节目当中 只跟大家强调一点 会进的不如会退的 南华早报的另外一篇文章 中信证券突变 涨旧市资讯 有奇怪交易 疑惑与资金关联 他直接提到 中信证券直接参与了 暴力旧市的四大营业部门 汇集了大量敏感的市场资讯 被查高管的身份特出 中信证券可能与资金做空 直接相关联 时代周刊8号的一篇文章 他采访了国内证券人士 和中信证券内部人士 他提到了当初在6月份的时候 李克强的国家队 去救市场的时候 中信证券是主要的 是主力之一 结果这些救市者 国家队的救市人 利用他特出的身份 把老板玩了 自己挣钱了 大家明白这意思吧 他讲的整个的内容 都是在8月份左右发生的 也提到了中信证券的 董事总经理徐刚 金融市场管理委员会主任刘薇 金融业务部负责人房庆利 另类投资业务总监陈杰荣 这些人都已经被监管了 而这些人他所掌管的部门 正是从国家那儿拿到了钱 2000亿美金3000亿美金 拿到了相当的一大部分钱 然后作为中信证券的 主要的操盘手 拿着这笔钱进入市场 而他们在操控进入市场的时候 他们自己玩花火了 所以变成了 李克强想救市 拿了钱 找了自己认为可信的证券公司 把钱给了他们 他们把李克强玩了 一句话就这么说 他们利用他们的内部资讯 利用他们的身份 赌场有庄稷 对不对 然后有玩六合彩的 百家乐的 玩什么的都有 玩百家乐的就相当于金融的 什么另类部门 是不同的部门 结果 赌场的老板把钱给了他们 说怎么样玩一把 玩票大的 这个要出事 这群人拿着钱 玩六合彩的另玩法 对吧 玩百乐门的又另外一个玩法 各自玩的不一样 各自玩的不一样 他们的玩法 都是为了蒙住老板 蒙住赌场老板 自己赚钱 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过 金融风波过程中 他最大的毛病 就是在过去的反腐当中 王岐山没敢动金融系统 牵一发而动全身 直接玩钱的 一旦出事 会把国家玩死 今天逼着他们 就得往死了玩 不是玩死 就得忘死了玩 你不想玩死 人家也想玩死 那在我个人的看法当中 这些都是技术的层面 消息出来了 就透显出这个制度 从上到下的各个部门 各个体制 人人为自己 人人害别人 人人为自己 人人害别人 只要有机会 抓住机会 机不可失 失不再来 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地儿 都往死了整 人上失了 人生存的生命的理念的时候 人们也就会这个了 而同时间 香港852媒体 登出一条消息来 这个消息 我不知道是 他最后确认没有 他提到 中国股市 怀疑将被引入停市机制 那就会进一步 削弱投资者信心了 停市 我们知道 中国股市有涨停板 跌停板 好 10% 那他现在呢 提出来可能 如果整个股市 出现更大波动的话 那股市会自动停市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中国股市 上海交易所 深圳交易所 金融期货交易所 昨晚再出新招 那被引入指数 叫做熔断机制 也就是说 停市机制 公开咨询 目前美国 纽约交易所 规定 如果标准普尔500指数 那跌幅达到7%的话 股市会暂停15分钟 他说在上个月 大跌时中 美国股市 曾经启动过这个机制 那中国停市机制 建议三大交易所 以及 沪深300指数 为基准 如果指数 单日升或跌 超过7% 分别停市半个小时 或全日停市 每天最多停市一次 那市场分析呢 停市机制 可能最快 在一个月内出现 而在他的观点认为 中国版的停市机制 的门栏 比美国低 停市时间又更长 如果这个 制主执行的话 到9月7号 今年的中国股市 可能就已经有22天 会出现停市 那这东西是好 是不好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引用的是成熟的 美国股票机制的 一些做法 那在我个人的看法当中呢 引入这样的机制 是还在持续的 金融体系当中 中共最上层的 双方的力量博弈 引入机制的人 今天站在名处 也就是你把他叫 李克强也好 习近平也好 那用这样的方式 去应对那些具有实力 而身在暗处 可以操控金融市场的人 所以在我看来 这是一种 在金融市场 与死网破 搏杀过程中的 相互出招的 一种手段而已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